说起林隐,不少人都认为她是一个幸运儿 刚出道就在周星驰电影《美人鱼》中饰演女主角 之后影视宗资源不断,又是时尚界的宠儿 过生日的时候周星驰还亲自为她庆生,可谓人生赢家 但最近林隐在综艺节目《花花万物》上的一番话 却暴露了她的真实情商 她在节目中自爆,当初是跟朋友一起参加的《美人鱼》的海选 但是误打误撞成了女主角,朋友却什么角色都没有拿到 之后他们的这段友谊也结束了 另外在蔡康勇让她对自己的演技打翻的时候 她更是毫不谦虚地说是满分 如果这些话都是为了综艺效果的话 那么林隐私下的生活状态确实真实到让人惊讶 在节目组打开林隐的储物柜的时候 发现她竟然将零食和袜子放在了一起 除此之外,储物柜中还有预发液 看来林隐已经在预防秃头危机了 看到如此随性接地气的林隐 网友纷纷调侃道,她这是完全不要偶像包袱了